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冰 近日, 台灣、柬埔寨、緬甸、詐騙、人口販賣、抹摘器官 這對字眼在網絡上有很熱烈的討論 話說近幾個月, 最少應該是一個台灣YouTube Channel 好棒Bump 上座了幾條關於跨國綁架案的影片 揭示在杜拜、柬埔寨這些地方都有以高薪 赴海外打工為招來 去找台灣人、馬來西亞人來打工 最後換來的就是被綁架勒索 虐待、嘔打、性侵甚至活摘器官 直到近日, 由於牽涉的人數越來越多 開始是華文界的媒體掀起熱烈的關注 小弟在早兩個星期開始, 都有不同的讀者PM我 叫我講講這件事 這條片就跟大家做個懶人包 講講事件的始末 柬埔寨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以及為何會造成現在的局面 整個詐騙集團 甚至變成活摘器官的運作 追完索次可以講到大約在十幾年前 是西哈老黑講經濟特區 即是今次事件的其中一個重要地點 柬埔寨的西港 這裏在2008年就已經成立成為經濟特區 叫經濟特區, 當然是法制, 稅收等各樣東西 都是相當配合用來做生意 然後等了8年, 到2016年 這裏的經濟帶來歷史性的轉捏點 我們偉大的祖國的一帝一路 在2016年, 將西港 列為首批境外經貿合作區之一 亦都是一帶一路的標誌性轉案 其實柬埔寨本身是一個超級窮的國家 它在2010年的時候 人均GDP只有700多美金一年 同期香港是32,000美金 即是香港人的四十五分之一 再具體說 柬埔寨有80%的人口 是在過一千年前的生活水平 60%的人口是沒有讀寫能力 北韓人的平均收入是他們的三倍 沒錯, 你們沒聽錯 北韓是他們的三倍 柬埔寨人民歲數平均是61歲 全球爆尾 大家對著這些基本數字都可以看到 這個國家是惡劣到沒有話可說 不過有著一帶一路的協助 在2016年至2018年期間 在這個經濟特區的投資達到10億美元 大部分來自中國 投資集中在線下和網絡博彩行業 可以搞賭場 中國人又怎會放過你呢? 柬埔寨現時有163間合法博彩公司 91間集中在西港 武廢疫情開始之前 這裡大約有50間中國人擁有的賭場 在2017年 據西港政府官員稱 這個城市裡的中國人一度達到8萬 跟當地在這裡的柬埔寨人口差不多 同期在西港網絡遊戲收入 每年達到35億至50億美元之間 其中九成是來自虛擬網絡賭場 西港就此變成中國版的美國網城淘金熱 引用一位住在柬埔寨 當年的Facebook Page用戶貴齊位 2016年之後的西港 大批大陸人瘋狂投資柬埔寨 大批的投資和建設項目被投產 大批的水泥建材進入西港 大批的酒店賭場卡拉OK橫空出世 大批的大陸遊客、賭客、嫖客來到西港 小小的高隆島上建五星級的酒店 沙灘上建了商業中心區和甲級寫字樓 大批當地人被貪官和大陸人趕出了自己的家園 在所有投資尚未完工驗收之前 大陸人的餐飲業、服務業、零售業就偷偷地進駐 而其中最多的當然就是薄彩業 經濟好物價、漏價當然是上升 因為大批追求高報酬的詐騙和賭博人才來到這裡 在那裡逛逛吃一頓飯都要25美元 比香港還貴 簡陋的卡拉OK入面 原本一箱30美元的吳哥啤酒賣到300美元 到了2018年還誇張 原本月租400美元的辦公室 可以以4000美元租給大陸的博彩業 原本5美元人民幣炒麵 現在要5美元 然後整個西港的柬埔寨人都瘋了 土地房產以10倍計上升 所以當時只要你有一點能力 一定跟銀行借盡搶地買樓 不過中國人在那裡每天以億計為單位走資 走到瘋了 偉大的黨又怎會有得你呢 中國的公安部忍不住出手了 這次就不是打飛機了 中國強迫柬埔寨警方接受以中柬聯合執法為名 強行從廣州直飛西港跨境執法 只是一個晚上就抓了200多人 最後再以兩名警察扣押一名詐騙犯的方式 將這200多名博彩業的欺詐犯 押回廣州審判 而整個押解過程 全程以直播錄影再傳播 於是一夜之間 十幾萬大陸人逃出西港 然後到2019年 少了很多大陸人 但是 The show must go on 遊戲也要繼續玩下去 雖然少了博出業的資金 但當地人依然充滿信心 相信建設完成後的新西港 依然可以吸引預期的人流 就去到2020年1月23日 武漢封城 嘩 旅客沒有了 生意沒有了 投資沒有了 資金鏈都斷了 治安也變差了 沒有了 人受了太大打擊 會進入精神觀能的休克狀態 不會再有反應 大陸籌資客收皮 惡煙借錢賣樓的當地人收皮 連柬埔寨政府官員也收皮 因為貪污錢和稅收 都是一夜之間沒有了 而同時間在大陸 只要曾經去過柬埔寨的大陸人 護照在再次入境大陸的時候 會被剪 而重申申請 想再次去柬埔寨的大陸人 在機場需要出示所有微信往來的聊天紀錄 如果沒辦法證明自己是正式工廠的打工仔 連飛機都沒得上 所以 以人海戰術見稱的大陸人沒有了 於是 柬埔寨在所有人都後屆無力的情況下 目標轉向同民同種的台灣人 做不到賭場就做詐騙 沒有大陸人就找台灣人 之後就在台灣出現了不同的招聘廣告 例如 一 利用高薪吸引大家飛往當地 月入六萬八萬台幣 無上限佣金 二 提高商品活動薪酬 令表演者自行飛過去 可能在五星級酒店去做魔術 或者跳舞表演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 之後再說 受害人到埔當然是馬上監禁他們 沒收他們的護照 不讓他們離開 之後再叫他們進行網絡詐騙工作 不聽話就獨打 混狗龍 據說有幾千間這樣的公司 聚集在非法園區裏做這些不法勾當 當中的網絡詐騙就包括感情 售賣資產 以及投資等等 每個人頭都有市價 根據一個逃出生天的台灣女生皮皮的口供 一個人大約值2萬至3萬元美金 所以在一個詐騙集團得到你之後 你就要騙人去跑數 跑不到數就要加班 一天工作十八個小時 沒有飽飯吃 再沒有數還會獨打你 電你 當然一定會有的就是強姦 有些女秀害人說去到兩個月就大肚 再跑不到數就叫你騙家人朋友親戚同事過來 騙到四個人過來就讓你離開 你可能會問 有沒有那麼瘋啊 明知仆眼街都騙自己親戚朋友過來減袍債 會的 在這些情況 不是那麼多人有勇氣自受或者攬炒 再不行就叫你家人給贖金 如果家人給不起錢 受害人除了捱打之外 就連飯都沒得吃 有道義的詐騙集團 收到贖金就會放人 是的 那算有道義的了 當然更多的是收了錢都不放人 還將你賣去其他詐騙集團 即是一個人頭賺兩次錢 你也是完全催不上 曾經有被救出的人告訴救援團隊 親眼見過有些受害人頂不住 條樓自殺 或者就有些嘗試逃跑 但是就被詐騙集團的人開槍打死 而上面提到的台灣女生皮皮 因為她是極度不合作 所以在7天之內被詐騙集團轉賣了4次 過程當然就是被暴打 電擊和強姦 幸好的是她仍然可以用到手提電話 於是她就聯絡了這條片 開頭提到的台灣YouTuber 阿Bump 最後就成功回到台灣 大家可能會問 一個人在一些詐騙集團賣來賣去 他真的跑不了數的話也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 這些人就會來到人口轉運站的總站 緬甸的KK園區 詐騙集團會將再沒有利用價值的受害人 運到這個最殘暴的KK園區 集團會生湯受害人 活摘器官 然後棄屍攻海 人體器官一直都是有價有市的 以下就是價目標 大把有錢都等著你的器官來換 有些大家說得出名的 同時 因為營運的是緬甸的叛軍勢力 所以緬甸政府軍都完全沒有他們辦法 也就是說如果不幸被送到這裡的話 就等於必死無疑 有報道說 KK園區的中國籍主謀 蛇志剛已經在曼谷被警察拘捕 不過這個KK園區相信就不會消失了 然後上述這些詐騙集團 當然是跟警察和政府坐同一條船的 一打路搞不成 政府沒有錢貸 一定在這些位置撈回油水的了 所以你即使拿著台灣的政府文件去 都是沒用的 柬埔寨沒有人會幫到你 甚至你報警的話 當地的警察是會通風報信 詐騙集團馬上會將受害人轉送到另外一個地點 其實之前也有一群無名英雄一直都在救這些人 這個組織叫做中簡義工隊 但是自從年初 義工隊隊長陳寶榮被陷害出賣 現在還還在監牢裡面 義工隊就不敢再出動了 話說當時有一名來自中國姓李的男子 誤墮求職陷阱被綁架到柬埔寨從事網絡詐騙的工作 期間還不停被強行抽血來轉賣逃利 半年之後 這個姓李的男子得到中簡義工隊的幫忙 死裡逃生 之後被發現全身浮腫 身上佈滿多處的針孔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姓李的男子竟然出賣陳寶榮 說自己從來都沒有做過這些血路 是陳寶榮搞他這樣說的 就這樣 陳寶榮被柬埔寨警察 以煽動其次罪等的罪名拘捕 看到這些雜騙集團的人 很想說他很喜歡病的說話 引用《Man on Fire》這套電影的經典對白 公義這兩個字好像在這個世界上不太存在 來到這裡 大家應該基本上了解整件事的脈絡了 不過 詐騙集團也已經進化了 由於現在的華民社會 對柬埔寨這三個字已經多了警惕 甚至像撞鬼一樣 集團集團就開始轉移陣地 在泰國就動手抓人入境 泰國可以說是整個東南亞中心 往東可以買去遼國 三國經濟特區 往南可以買去柬埔寨 近邊西港 往西可以買去緬甸 旗旗園區 已經有香港人在泰國被騙去柬埔寨 已經出現案例了 所以強烈建議近期切勿前往這幾個國家旅遊 甚至有消息指出 在泰國都開始由隨機露走華人觀光客去賣的案例 大家要知道 現在的華人 在東南亞已經被氣稱為行走的黃金 當前賣去詐騙的行程家 已經提升到一個人是3萬元美金 賣器官是7至8萬元美金 只要從簡浦宅救人已經很難了 更不要說運去遼國或者緬甸 至於為什麼整個東南亞 好像無緣無故變成超大型人間煉獄 再加上近年 台灣人大量被騙去柬埔寨 主要是由兩件大事所促成 一是2016年1月1日開波 柬埔寨人和大陸人在柬埔寨吃大粥的胃口 當然其他東南亞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惠 第二 無費爆發 大陸封關 不再被大陸人去柬埔寨 一下子就將整個柬埔寨抽空了 當然還有緬甸百發內戰 促使KK園區的誕生 緬甸內戰又是某國在背後 以上幾個原因 令到這個詐騙市場很需要懂得說普通話的人 所以台灣人和馬來西亞人首當其衝 不過有片子也要有人上當才行 台灣人為什麼上當呢? 就未必關智商事 影片後面會再說 很大的重點就是台灣因為所謂的疫情 民眾又害怕 政府又害怕 還要逼人停業 最終令到很多行業都收皮 尤其是服務性行業 例如舞廳 酒吧 K房 夜店 網吧 麻雀館按摩店 當因為疫情 其實狗狗理主要是防疫措施 而令到自己變窮的話 賺錢的慾望就會變得很大 縱伏的機會就會越高 這件事跟智商沒有什麼關係 一個疫情可以有很大的影響 影響不到電腦或者手機面前的大家 很大機會是因為我們身處在香港 一個比較有錢的地方 或者更大程度是因為我們幸運 影片到最後 我知道總是有些人會覺得 我這麼聰明 怎麼會中伏 那些傻傻傻 那些傻傻 那些傻傻 在這裡就講其中一個 騙台灣人過柬埔寨的方法給大家聽 有人入了一間公司工作 做了半年工作 工作的內容是真的 同事都是真的 有一天 老闆說業績好 想勵大家去柬埔寨旅行 故事講完 有逃出新天的人事後發現 原來他工作了那半年的那間公司 原來只是一間空殼公司 普通一個打工仔 根本不可能想到這樣都會被人騙 每個月出糧給你的老闆 竟然這麼有耐性 放這麼長的線來釣大魚 不過我都會看到有些人說 超柬埔寨一廳就知道危險了 單事未爆之前 跟我說我也不會去 那如果公司的旅行是去泰國蠻谷呢 所以 沒有受騙是一種幸運 因為這個是代表你未遇到真正高明的邪惡 以前我會跟沒有被人騙過的人說 你沒有被人騙過是因為你窮 但現在原來你有個肉體 就已經起碼值三萬元美金了 所以最後說一句 沒有不會被人騙的人 只是看你有沒有剛巧遇到一個 為你量身訂造的劇本 想笑人浪糕之前 嘗試給多一點點同理心 這條片就來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會員後續精華 我們會再說多些關於這宗案裡的其他事情 例如拯救隊怎樣救到人出來 有沒有其他騙人的手法 還有這裡說多一句 香港已經出現了幾宗不同的案例 大家要小心點 後續精華也會說身邊的朋友 其實已經有遇到疑似去柬埔寨的陷阱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留言 訂閱我們頻道 按旁邊的鈴鈴 我們逢星期四出片 星期二可能有片 星期五日或九點鐘 我們都會順便直播 關於時期和政治 希望到時候再見到大家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 Gün二,十四、二、三海 ra երը,一、四lé線